哎哟 这不是小赛罗吗 你在干嘛呢 哟 居然在跟这个菜鸟神火大宝学扔石头啊 一个奥特曼不练习光线 居然在这里学人家扔石头 真是丢死人了 像你这样扔石头 要是能把怪兽砸死的话 我就到里洗澡 小赛罗 不管别人怎么说 他还是努力跟着大宝学习扔石头 大家会为他这种专心的行为加油点赞吗 小贝利亚不好 那怪兽好像真的来了呀 这些小怪兽 全部拿来红烧 再配点啤酒 一定很美味吧 你们这群大怪兽 不知道我爸爸是贝利亚吗 小贝利亚用射线打怪兽 但怪兽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看来还是威力不够啊 大家不要怕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认石头的厉害 天哪 小赛罗你太牛了 给你三个鲜花我都嫌太少了 刚才我不该嘲笑你的努力 我做错了 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现在就到里洗澡 好 我吹 哎呀小赛罗 你在学什么呢 跟着大宝学吹气吗 哎呀别练了 这种东西一点用都没有 还是跟我学习奥特光线吧 你要是现在不跟我学 以后被怪兽欺负了 别怪我没有教你啊 小赛罗没有受到责他的影响 他还是努力练习吹气 这天 小赛罗 你快走啊 这个怪兽太厉害了 我也打不过他呀 我的能量也耗尽了 没有人给我光之能量 泽塔叔叔 让我来教训他吧 我吹 我吹 我的天哪 小赛罗不断的吹气 吹出了强大的龙卷风 直接把怪兽卷到天上去了 然后又摔下来 怪兽被摔得晕头转向 眼冒金星 泽塔惊呆了呀 这也太夸张了吧 吹气也能吹出这种龙卷风 小赛罗 看来是我错了 不该嘲笑你的努力 我愿我之前的行为给你道歉 认为小赛罗打怪兽打得好 打得妙 打得他们呱呱叫的 可以点赞支持他哦 谢谢大家